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兔子享受到最舒适的待遇 所谓的动物福利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学问 本期农广天地从农田到餐桌带您走进运城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熟悉水浒英雄的朋友 一定都听说过水浒一百丹八将 七十二名在运城的说法 运城位于山东省何泽市 是一座文明古城 如今除了它的千古遗风 深受人们的关注外 这里的农业生产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说运城有两大特色农产品养殖 非常成功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前往运城去取取金 科学重养 放心吃喝 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农田到餐桌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何泽市的运城县 在我身后就是著名的水浒好汉城了 说起水浒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梁山 那么运城为什么会有一个水浒好汉城呢 走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运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 隶属于何泽市 距离水泼梁山29公里 运城历史悠久 春秋战国时期 鲁国为了加强防御 铸成名运 运城也由此而得名 在水浒好汉城里 可以看到很多习武的少年 他们闪展腾挪 英姿飒爽 尽管时代已经变迁 但是运城人重闻尚武 豪爽侠义的风气依然盛行 身处此地 仿佛我也有了一种好汉的感觉 运城还是宋江朝盖无用等 水浒英雄的故里 作有水浒一百丹八将 七十二名在运城的说法 事实上直到今日 运城的千古遗风依然还在 不仅民风淳朴 还保持着很多独特的生活方式 和古老的传统 这运城不仅流传着 许多水浒好汉的故事 还有许许多多的特色民俗文化 说起这民俗文化 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运城的豆羊 树林里激烈的豆羊大赛正在进行 原来每年冬春农贤时节 运城群众就会自发组织一些 大大小小的豆羊比赛 这也是运城当地 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 小伟寒羊是运城 乃至整个鲁西南地区的地方品种 它不仅骁勇善斗 还具有生长速度快 肉质好 产羊高多等多种优点 听说我们想到养殖场去看看 老乡说 他们这些豆羊都是幼年时就从养殖场挑出来的 像这种豆羊 一家一户只能养一到两只 所以要养看羊 还是到规模化养殖场去看吧 在老乡的介绍下 我们找到了一家小伟寒羊养殖场 养殖场的位置非常偏僻 但是想进入场区 还必须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 直到穿好隔离衣 我们才被允许正式进入生产区 在这里 我们见到了养殖场的张厂长 张厂长说 喷雾消毒 沐浴更衣 都是养殖场的防疫程序 不只针对外来人员 即使是养殖场的员工 也都要严格遵守 事实上 养殖场不仅在悬址上颇为讲究 羊社的建设 也经过了科学的规划和建设 如果仔细观察 就可以发现 所有的羊社都是坐北朝南 运动场在羊社的南边 土壤干燥 排水良好 运动场里边 一色的纯种小伟寒羊 是张厂长的骄傲 小伟寒羊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品种 对当地的环境非常适应 所以张厂长他们 一直没有引进其他的品种 对于养殖场来说 小伟寒羊一年两胎 一胎两到三只 这种多胎多高的特点 是很多羊之品种都比不上的 另外 小伟寒羊的育肥时间也不长 一般六月零出栏 出栏体重能达到五十千克 这样综合算下来 养殖小伟寒羊的效益 还是着实不错的 张厂长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个就是水帘 水帘 你能讲一下它的原理吗 实际上它的原理和水冷空调 性质是一样的 它这个就是利用地下循环水 地下循环水 它这个里面有风机 出栏以后 羊舍的温度夏天的时候 能降低一个三到四度 不是说小伟寒羊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好吗 为什么还要给羊舍加水帘呢 张厂长介绍说 由于养殖场采取的是规模化养殖 相对过去粗放式养殖 养殖的饲养密度要高得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羊舍里就必须加装这些降温通风系统 给养殖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这样才有利于小伟寒羊的生长发育 除了给小伟寒羊打造一个 卫生安全舒适的生长环境 对于规模化养殖来说 要想提升养殖效益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饲料的供给 那么小伟寒羊都吃什么饲料呢 在仓库里 满满当当圆滚滚的饲料包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那这一包一包的里边 全部都是装的饲料吗 对 这是咱们厂采取柔丝果包 这个传组玉米 清除这一块 全株清除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饲料 它的做法就是 把这个玉米的整颗玉米 都得加工 对 不被棒 不去掉棒 棒子也是在里边的 所以说它这个营养成分 其实是很高的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张厂长 咱们这一包饲料 如果是储存的话 能存多长时间 这包饲料吧 就是能储存时间 一般在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那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 对 张厂长说 为了给小伟寒羊 搭配最有营养的饲料 他们养殖场承包了土地 自己种植玉米 在玉米腊熟期 把玉米接杆和裹碎 一起扎碎 用专用的包裹机 包裹得严严实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艳养发酵 就变成了酸酸甜甜的 全猪青柱饲料 从饲料仓库出来 我们发现 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张厂长介绍说 这是运程县畜牧局的技术园 今天过来 是来抽取羊汁的血样 回去牧局做抗体检测的 那么什么是抗体检测 做这种检测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抗体检测 主要是针对咱们的 种大动物育兵的防护 主要是咱这个 所有的国务洋传 都比起川普进行 程序进行免疫 免疫之后 咱进行抽携 各地抽携 抗体是否大到比较 是否合格 通过抗体检测 就是看它的药 方医的秤膜不秤膜 不秤膜可以不放 听了技术源的话 我们才明白 抗体检测 是运程县畜牧局的 一项常规工作 通过抗体检测 可以掌握 全县重大动物疫病 免疫效果和免疫质量 从而保证 运程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当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 正巧有一批羊要出篮 养殖场的员工们 开始忙碌起来 白花花的羊群 从我们面前经过 顺着踏板跑到了车上 这些年羊肉的价格 始终处于攀升的态势 羊绒羊毛也有稳定的市场 所以这小伟寒羊的养殖 也已经成为运程人致富的 一大法宝 我们所在的这家企业 还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 无公害农产品证书 通过科学 标准严格的管理 实现了小伟寒羊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离开养殖场 我们来到运程县城 大街小巷中 随处可见 大大小小的羊汤馆 羊汤馆中 飘出诱人的香气 那么运程的羊汤 到底是怎么炖的呢 在一家羊汤馆的后厨 我们终于探寻到了 运程羊汤的奥秘 好家伙 这又是羊骨头 又是羊肉的 太棒了 李师傅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 运程最正宗的羊汤 应该怎么做呢 要是想把这个蜆子骨剁了 这个羊骨头 其实咱们就叫羊鲜 对 剁成块 剁成多大的块 您能给剁一下吗 我先看一下 行 炖羊汤 必须用羊骨头 羊骨头里面 最好的就是脊椎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羊蝎子 羊蝎子熬汤 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味道纤维 大块的羊蝎子 和大块的羊肉 现在直径一米多的大锅里煮沸 领出血沫和脏气 撇干净之后 重新加入冷水 开始用大火炖 运较生菜 就叫羊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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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鱼 大火熬制,浓汤滚滚,色白如奶,水汁交融,质地纯净。 此时的羊肉也已经到了八成熟,这时由大火转为小火,再用小火炖两个小时,羊汤集成。 运成羊汤,汤汁乳白,不腥不山,鲜味爽口,开胃健脾。 羊肉呢,更是肉质细嫩,香醇不腻,味道鲜美。 肉兔养殖是运成畜牧业的一大特色,而且这里的养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殖。 为什么这么说呢?养殖户们又是怎样让兔子享受动物福利的呢?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从运成县城出来,我们设置组又开车前往县城东部的一家养殖场。 因为我们听说,肉兔养殖也是运成县畜牧业的一大特色。 那么,这肉兔养殖场究竟什么样?养的又是什么兔子呢? 还是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这里便是我们寻找的肉兔养殖场了。 白瑞国是这里的厂长。 他告诉我们,大门里面是养殖场的生活区。 从生活区到生产区,同样要经过消毒更衣等严格的防疫程序。 从消毒室进入生产区,一座干净整齐的小院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约是养殖肉兔的缘由,小院里特别安静。 养殖场的面积不大,但是红顶白墙的兔养殖却排列得整整齐齐。 看来这肉兔养殖场也是经过了科学的规划设计吧。 我们跟着白瑞国走进兔养殖,宽敞、高大、整洁,构成了我们对兔养殖的第一印象。 这个就是咱们的中兔养殖。 哇,好宽敞,那咱们这个中兔养殖的规格是有多大呢? 这个兔养殖是45米,宽是4米,它的高度是35米。 那这么宽敞,我看到只有四排兔养殖,您不觉得这样太浪费空间了吗? 因为咱这个死养是按照欧盟的标准。 欧盟的标准。 也就是这个兔子,它应该相受着动物福利。 所以在这种幻境下省长,在这种幻境下省获,这是它应当相受的代理。 这样对咱养殖有好处,为什么呢? 便于同棚,便于采广,这样的省长的兔子,省长的速度就要快一些。 生长速度快了,大兔子和小兔子他们心情也好了。 心情也好了,对。 动物福利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 动物福利的原则就是保证动物在健康舒适的状态下生存。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为它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在养殖生产中,动物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和触禽舍里的空气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害气体、粉尘,以及粉尘中的微生物并原体,都有可能引起动物疾病的发生,尤其是呼吸道疾病。 与触禽舍的空气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很多养殖场为了追求效应,往往在兔舍里安置过多的兔龙。 要知道,加兔要呼吸,要排泄。 久而久之,兔舍里的有害气体越来越多,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加兔就容易患病。 在这种情况下,白厂长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确定了降低饲养密度,加强通风换气,保证空气质量的规划原则。 所以,他的兔舍虽然宽敞,但是却只安排了四排兔龙。 看上去宽敞明亮,在兔舍里也闻不到一点异味。 白厂长,我看咱们这边的兔龙和我之前见过的也不太一样。 咱们兔龙好大呀。 因为咱这个兔龙是按照欧梦表军所制作的。 咱们过产兔龙的都是前边45分高,后边35分。 咱这个兔龙是60公分减房的,它的高、款、深度都是60公分。 都是要大的多比这就是咱们的中兔应当相受的国际表军,也就是欧梦表军。 这是它相受待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兔龙,是养殖场的肿吐射的子母兔龙。 在兔龙里,有一个30厘米长的蝉子箱。 蝉子箱是用黑色的PVC板做成的。 箱子里有柔软的草和兔毛。 安全、黑暗、干燥、卫生,成为了母兔和子兔最好的避风港。 还有一个问题,班长长,我看到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挂着的这个小玩意儿,是让这个小兔子玩耍的吗? 在这个兔龙里面,粉它说相受的待遇仪式,磨牙棒。 磨牙棒,它叫磨牙棒。 它叫磨牙棒。 姓氏,兔子它没啥事儿的时候,它在这儿磨牙。 这给它,这是转为给它设置的一个。 那个东西,那个汪,叫调耀态。 为什么要在兔龙里面安装调耀态? 中兔子在翻语了小兔之后,等到18天,小兔会才适了以后, 它就要嘴若木兔子,还仍然要吃它的难。 这个时候中木兔子,它怎么得不到安静的休息, 这个时候呢,它就要跳在调耀态上,小兔子也够不住了。 它就要得到重备的休息,才能再罚庆。 当我们仔细观察兔龙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里的兔龙只有上下两层。 而且,这上下两层是相互错开的。 原来,这种兔龙有个专业的名称, 叫做阶梯式兔龙。 阶梯式兔龙有很多好处。 一个是,上层兔龙的分尿通过成分板直接落到下面, 不会积累到下层的成分板上。 二是,兔龙上下错开之后, 改善了下层兔龙的通风采光条件, 有利于下层兔龙的采光和空气流通。 说话间,到了喂饲料的时间。 料车里是光滑整齐的配合饲料。 白厂长对我们说, 他们养殖场一般不使用青草喂兔子, 因为青草不容易控制质量。 青鲜料喂咱是受限制的。 你比如说, 带卤水的青鲜料不能喂兔子。 下过雨的青鲜料也不能喂兔子。 特别是下过雪的青鲜料, 青草也不能喂兔子。 像这几种呢, 往往喂到兔子吃到之后, 容易造成兔子垃圾。 如果说青草带泥土了, 不干净了, 或者它也会造成兔子垃圾, 平时咱们喂兔子呢,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喂这个混合的饲料, 都是喂这个颗粒料, 不喂青草。 他们养殖场一直坚持使用配合饲料, 而且这些配合饲料也是经过层层把关后才给兔子使用的。 咱们的饲料都是从有脂质的饲料厂买的饲料。 咱们进这个饲料呢, 首先它要有一些储藏的合格诊书。 合格诊书之后, 饲料进到咱们养殖场之后, 咱们要对这一个匹次的饲料进行监测, 监测饲料里面是不是存在什么有餐, 弄餐一类的东西。 另外呢, 咱们饲料到了咱们藏库之后, 咱们村坊是有一定表录的, 具体面的不低25公分, 具体像最低的30公分, 饲料的村坊是甜, 这一批饲料就要为万。 当家兔吃饱了饭, 便开始饮水了。 自动饮水器让家兔们随时随地都能喝到干净的水。 白厂长说, 别看自动饮水器的构造简单, 但是在设计安装中也有很多讲究。 比如说, 自动饮水器必须安装的平直。 如果有的地方高, 有的地方低, 时间长了, 低的地方就容易滋生细菌, 这样反而不利于家兔的健康。 让兔子充分享受动物福利, 除了吃好喝好, 对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也有要求。 我们都知道, 动物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往往与眷舍里的清洁程度有关。 如果环境卫生差, 别替动物们居住的舒适度了, 大面积的患病也会变成常有的事, 严重的甚至会威胁到动物们的生命。 不过, 在运程这家肉兔养殖场, 我们却看到了让人惊讶的卫生条件。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曾经去过一些养兔场, 兔舍里难免会有一些刺鼻的气味。 兔子长期在这个环境当中, 体质下降, 抗病能力就下降了。 而在白厂长的养殖车间里, 基本闻不到异味。 那么它们兔舍里的分尿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我给你做一下示范。 好。 我们每天要反复上屋一次下屋一次, 每天要两次。 把它这个粉面呢, 要自己打扫。 这个其实是一个专门处理粉面的一个工具。 对。 我们处理完这个粉面, 把它推到中间去。 中间有一条输送的, 把粉面呢, 输送到我们这个兔舍的胃口。 用粉面输送池, 再把粉面拿到我们粉面处理厂。 白厂长的一番介绍, 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您看, 在他们养殖场的管理中, 动物福利的观念自始至终。 家兔生活在舒适的养殖环境中, 在科学合理的技术指导下健康生产, 养殖场获得了更好的生产性能, 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好更安全的兔肉产品。 俗话说, 飞禽莫如菇, 走兽莫如兔。 这兔肉肯定是一种美味了。 厨房里厨师正忙碌着, 他要为我们做几道以兔肉为主的美食。 油炸兔腿, 是做法最简单的一道美食。 先把兔腿洗干净, 然后用葱、姜、盐、酱油、 胡椒粉腌渍20分钟, 就可以下锅了。 热锅下游, 等油烧到八成热开始冒泡时, 把兔腿一根一根放进去, 同时改用小火以免炸过分。 炸到表面调料凝固时, 把兔腿翻起翻身, 炸另一面。 这样不断地反复, 直到炸至金黄色。 这道油炸兔腿就做成了。 鲤鸡兔肉可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美食, 是兔肉中最鲜嫩的一部分。 将鲤鸡切成细丝之后, 可以用来制作滑炒鲤鸡丝。 兔肉的做法有很多, 除了油炸滑炒之外, 还可以红烧、清炖、烤制、酱制等等。 这几天的运程之行啊, 每天都能感受到运程人的豪爽和热情, 同时也能看到他们对于工作的严谨和细致, 看来正是这豪爽又不失严谨的性格, 才让这座千年古城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在行动。 观众朋友, 再见。 从历史名城到养殖新城, 运程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发展轨迹, 不过, 他们走的每一步都与科技兴农理念紧紧相扣, 用先进的科技知识指导生产, 用发展的眼光面对市场, 这是他们推动养殖效益的根本所在。 我们在学习经验的同时, 也要学着根据自身条件和优势, 走出一条利于自身的经验, 发展的致富之路。 好了, 本期龙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龙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